接下来我们就单独看一下这个list iterator Ctrl-C Ctrl-V 好 来来看 list iterator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刚才看到了 它有add的方法 有has next has previous 然后next的 还有previous 那么它判断这个即刻中是否有元素 它同样也是判断这个即刻中是否有元素 它是正向判断 它是逆向判断 然后它是获取下一个元素 而previous是获取的是前一个元素 能明白这一次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下案例 来让大家看一下 好 新创建一个lay Demos 让来一个list iterator I-T-E-R A-T-O-R 首先呢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集合 那我就把这个内容拷贝过来 Ctrl C 让它Ctrl V 然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集合中的内容 进行一个便利 对不对 首先咱们正着便利 list iterator it-a-t-o-r l-i-t 就等于了list点 list iterator 这叫做获取迭代系 获取迭代系 然后呢 我们来正着便利 正着便利就是well 然后呢 lit点还是max 然后来一个syso 来一个lit点的一个max 这是不是 获取 获取下一个元素 获取元素 并 将指针 向前移动 向前移动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在这里面呢 打一个分割线 打一个华丽的分割线 然后再来看啊 well 我们来一个lit点的一个hasperiors 诶 它是判断是否有下一个 那它就是判断是否有前一个 对不对 好 来个syso 然后来一个lit点这个previous 诶 获取前一个 获取元素 并将指针 并将指针 向 诶 这个错了啊 这个是向哪移动啊 这个是向后移动 这个是向前移动 好了 我们来看 运行一下 运行 大家来看 abword cbe 然后呢 edcword ba 看到了吧 那么一个是正着便利 一个是反向便利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来看啊 我把这一块注释掉了 我把这块注释掉了 运行 大家看 我把上面注释掉了 下面它也不输出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说了hasnext呢 是判断是否有下一个 hasperiors是判断是否有前一个 而你现在cass所指向的是零 就指针现在指向的是零 那么指针指向的零 它判断是否有前一个元素 那这个是不是直接反向boss啊 那么刚才你先变利 从前往后变利 然后呢 再从后往前变利 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在这里面每next一次 那你这个cass在不断的加加 指针在不断的往上加 它不是零的 然后呢 它判断是否有前一个元素 那它前面是不是有元素啊 这能听懂吧 所以你得先正着便利 才能去反着便利 而这种反着便利呢 在我们开发中 根本就没什么作用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知识点呢 咱们就在这儿保存一下